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有那一天的 绝对不会有那一天的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那一天的 你在这儿带着衣 是 我没地方可去 自从童话跟媒体曝光了我举报童建国的事 我和雨琪现在就像个笑话一样 也只有这里才能让我感觉到温暖 那让我想起来我们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 还有我们一起打拼的日子 你这样不行得先找个住的地方 火 我觉得好累啊 你能像以前那样抱抱我吗 不行 我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吗 不行 我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你结婚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就过去了 不管你做再多的事情都无法挽回 现在你这样子 只会让我觉得是一种负担 负担 你说我是你的负担 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知道 但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顾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 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的牵连 我不想多生时端让艳艳担心 对不起 但现在只能这样 潘先生 经过我初步的调查和了解呢 这两家公司除了在财务上有一点问题之外 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可以放心地跟他们合作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 他们跟同建国公司的关系 你打算怎么做 您确无懒 这个时候我认为 我们应该斩断 一切跟同建国有关的 以及危害到七星级酒店项目的这个位置因素 好 造你说去做 好 那没什么问题 我就先出去了 好 刘小姐 替我拨个电话给刘先生 刘伙先生 好的 刘先生 谢谢 刘总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设计方案做成三维动画 大概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三天哪 好吧 那就三天吧 等一下 刘先生 喂 有火吗 是 白先生您好 最近好吗 小公司嘛 出不了什么大事 倒是安先生你最近辛苦了吧 出来做事肯定辛苦的了 你 你知不知道那个同建国的事啊 知道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重新审核当初我们合作的公司 希望加入一些新的公司 再跟我们合作 所以明天在酒店呢 我会开一个见面会 希望你能来参加 当然有 当然有 什么时间 两点整 好 我一定到 好 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 你会判断 你会判断吗 你会判断吗 我现在可能没有三天的时间呢 我明天就要 明天 明天 这是太敢了吧 好的 我现在就去动视他们 喂 张总啊 还是童总的事情 还请您个帮帮忙 我知道 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但是 但是你们不是老交情吗 张总 喂 张总 喂 我 没事啊 我再找找看 一定会有人帮忙的 别费劲了 该找的人都找了 你先别那么快绝望 车到三天比有路嘛 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呢 没想到 最后留在我身边肯帮我的 只要你 那当然了 我当然要帮你了 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啊 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话 坚强起来 你哥会没事的 你也会没事的 童话 你回来了 你是 我是 我是向辉 你就是向辉啊 早有耳闻 你是童话最爱的那个男人吗 那这么说 你就是何雨琪 对 我就是何雨琪 我过来 拿点东西 没想到童建国这么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竟然会被一个女人给扳倒了 真是佩服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呢 难道你自己会比我好到哪里去吗 你为什么跟童话在一起 没有目的吗 你能去国外镀金身造 靠的不也是童建国的关系和资源吗 评价别人之前 先想想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吗 快点快点快点 谁回来了 我回来了 鸦鸦回来了 咱们大会鼓掌吧 热烈欢迎鸦鸦 凯行回来 谢谢鸦鸦 谢谢鸦鸦 鸦鸦 你恢复得够快的呀 女神就是女神呐 亲爱的宝哥哥 这毛鸦鸦回来了 我这副主任的职务 是不是叫乌龟原主了呀 我说你招省个急呀 挺好的气氛你都给破坏了 另外你看鸦鸦 生完孩子了 这个工作重心肯定会不一样 她会转移 鸦鸦 我觉得主任说的挺对的呀 你说你这孩子都生了 还上什么班啊 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没关系的 主任 我已经做好了 全力工作的准备 你们听听 毛鸦鸦这是什么精神啊 你们好好的向鸦鸦学习呀 人家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吃完小孩以后 马上回到工作单位 我们为鸦鸦鼓掌 毛鸦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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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嗨 李主任 大家好 我告诉你们 我这儿时博士太可爱太可爱了 你说说看 刚生完孩子 都没有好好地休息几天 非要坚持地来上班 家里又不缺他这份工资 对不对 你真让我操心啊 妈 我来工作 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工作 您就支持一下我的选择嘛 我知道 我肯定会尊重你的 但是你别忘了哦 你现在是孩子的妈哦 凡事要以孩子为天 孩子为第一 知道吗 笑笑您不是带得挺好的吗 请问 谁是笑笑的妈妈呀 所以咯 对 不好意思啊 主任 我今天来找你的知识 等一下我要跟小青去办事情 所以家里都没人 你赶紧的跟我回去啊 主任 那个 我又得跟你请假了 哎呦 就请个假嘛 什么关系 走走走 不好意思啊 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走了走了 谢谢啊 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谢谢 小灰 我问你 你为什么趁我休息的时候 悄悄离开 我哥出事了 他身边的人 公司的人都走了 你是不是也要走 头啊 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去处理 我怕打扰到你休息 所有就搬到酒店来了 你撒谎 自从芽芽那天来找过我之后 你整个人就不正常了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她 你不住到我家里来 是不是就想去找她 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去找她呀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疑啊 可是你的态度 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毛芽芽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有了孩子 童话 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去处理 你先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住到我家里来 我就要搬来跟你一起住 童话 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去处理 让你回去你就先回去 我迷糊了 童鸣 我迷糊了 童鸣 贺小姐 您看这套房子 南北通透 四十两厅 这样的户型啊 已经不多了 不用再说了 我就要那套了 那 那套啊 原来有人订了 再说了 刚才那套 那个客厅对着对面楼的那个卧室 没有四面啊 你说这么多干嘛呢 不管那人出多少钱 加一千 年付 何雨琪 你要在这儿租房子啊 但是你带到这儿租房子 这儿租房子 这儿租房子 你这儿租房子 我来说了 我来说 这儿租房子 就很理性 不得了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算了算了 我也懒得跟你说 什么叫你也懒得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刚才没有看见吗 何与其他已经搬到我们小区了 那又不是我叫他搬过来的 重点是他搬过来 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行行行 我不跟你争 你不是时常担心他吗 那行 那我退出 我把你让给他 让你们两个双速双飞行了吗 你今天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我怎么都跟你说不通呢 别说我 我就有病 我就什么都说不了 莽丫丫 都搬过来干什么啊 我看得挺清楚的 我看得见你哦 我看得见你哦 你是不是真搬到我们小区来了 不告诉你 从这一开始呢 你得小心了 因为我在盯着你 何与其 你别神神叨叨的 你到底在哪 有很多的眼线都能看见你 你要注意哦 无聊 无聊 喂 这里 看太阳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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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熊阿姨 送孩子呢 是啊 今天天气好啊 来下下处来晒太阳 对吗 那 你有事吗 你还不知道啊 您还不知道吧 我住在这个小区 昨天刚搬过来的 你搬来我们这个小区了 是啊 本来我还想哪天要登门拜访呢 没想到这么巧咱们碰到了 不用了 是吧 芽芽 是吗 芽芽 我也是才知道的 不是何与其 你真的有本事 但是你不要认为搬来这个小区住得近了 你能有什么想法 好 我告诉你 刘火呢 现在是鸦鸦的丈夫 是孝孝的爸爸 他们一家人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希望你别再有任何的想法 哎呦 起风了鸦 咱们回去吧 薛阿姨 我想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和刘火之间有很多的误会 正好趁着现在大家都在 我们可以一起说明白 虽然之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可是那我是有苦衷的 您自己的儿子你了解他的脾气 刘火打了佟建国 如果当时我不答应佟建国的要求 刘火早就被告了 他还会像现在这样 我做的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刘火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相信你的 没关系 你不信没关系 你可以去问刘火 我做的一切他都知道 薛阿姨 您不觉得一直以来 您对我很不公平 娘娘 亲娘 我来看你们来了 那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没有提前说一声 我来看看你 看看我外孙子 我还得提前打报告啊 姥姥来了 姥姥来了 宝贝 她胖了 真好看 这姑娘是谁呀 是刘火的前女友 不过他们同事同事来着 什么 前女友 芽芽 怎么回事啊 哎呀妈您别激动 不是您想的那样 姬阿姨 嗯 我就不打扰了 下次我再去单独拜访您吧 亲家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鸭鸭和刘火都结婚了 怎么还跟前女友扯不清啊 你这把我们鸭鸭当成什么了 亲家母没那么严重 来来来 起风了 赶紧的先回家再说啊 跑不来回家再说 没事了 过去 不准不准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你想说什么 说吧 今天小区里还真是热闹 我看见你妈 还有你丈母娘 还有毛鸭鸭 我一看机会这么难得 我就把如何保全你不坐牢 如何委身于佟建国的事 都说了 你跟他们说这些干什么 没什么呀 我只是不想让你妈妈 再继续误会我和侮辱我 你不替我洗刷罪名 我只能自己为自己证明 那鸭鸭跟她妈妈呢 她们知道这件事干什么 这件事情跟她们也有关系 如果不是我们两个有问题 那毛鸭鸭怎么会趁虚而入 毛鸭鸭受一点委屈 你就跳出来替她申冤 那我受这些委屈呢 谁来替我说话 你现在看着毛鸭鸭什么都好 她为你做过什么 她帮过你什么 她只不过一直在那装唇罢了 而我做这些事情全都是为了你 我帮助你和火鸡公司 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 又是十个不赦的女人呢 凭什么 我说亲家 你先别弄孩子了 我得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 你说呀 你能不能好好给我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刘虎还有什么前女友 刚刚在院子里头 已经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你怎么不相信呢 你让我怎么相信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你这婆婆怎么当的 妈 那个 肖肖饿了 我先去给她泡点奶子 来来来来 你先把手洗一洗 没事妈 我去抱抱孩子 没事的 不行 外头多少细菌呢 你不洗手就不准抱抱抱 你说你这老太婆怎么那么多事啊 压压抱抱自己生的孩子 外婆看看亲外孙怎么了 还得经过你同意 洗手洗手 洗什么手啊 你把外孙子还给我 我带回家去 我们家孩子个个没洗手 每个都长得五大三粗的 怎么了 没有我家刘伟 她能生得出来吗 请你说话有点分寸 笑笑是我们刘家的孙子 她姓刘不姓毛 我是觉得你这个老太婆呀 还真的是糊涂了 我家笑笑跟你们有声 妈 呀呀呀 真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你说你在这个家这么受欺负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行 我现在收拾一下东西 我给你回家 等等 你又要收拾东西 又要回娘家了 你现在把这儿当什么客栈 来来来回来回来回来 你看看啊 你的可爱老婆呢 要跟你可爱的丈母娘呢 要回家了 什么意思呢 这家就这么的不习惯吗 还要把笑笑带回家 妈 我 我必须带笑笑回家 你可以回去 笑笑留在这儿 那怎么可能呢 吃奶的孩子能离开娘吗 笑笑是鸦鸦的亲生骨肉 难道 笑笑就不是我们刘火的亲骨肉了吗 好了好了别吵了 我也不想大家闹得不开心 嗯 那个 这次我必须把孩子带回家 刘火你做事吧 刘火 我真的不知道 你娶了什么样子的老婆 嗯 我知道了 或许呢 你就是喜欢找罪兽 没错 我就是特别喜欢给刘火找罪兽 刘火是吧 我特别喜欢给你找罪兽吧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好 我跟你谈一谈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你干嘛 看看我的活活在干什么 吵架 那就多吵会吧 我现在得赶紧活吗 你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好你说 何雨智今天跟你们说了什么 她是不是说她跟佟建国在一起 还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她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可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她 但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很难直接对她不理不顾 可是我更知道什么 我更知道的是我跟她已经过去了 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 过去就是过去了 我爱的人是你 我心中认定要一直走下去的人 是你毛鸦鸦 为什么你不能够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处理好这些事情呢 我现在每天都好煎熬 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雅雅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陪着我 守住我 守住我们这个家 我的心难道你就那么难明白吗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没有不相信你啊 是 何雨琪住在我们小区 我是挺不高兴的 但是现在不是这件事 刚才我妈在客厅的时候 差点收穿帮了 差点跟你妈说出来 孩子不是我和你那你说我着不着急 我现在赶紧把我妈劝我回去 所以你没有不相信我 我没有啊 那你早说嘛 我刚才说了那么大一段 真是的 那又不这样 我跟你一起下去 给你妈父亲请罪 贵仇她打我一顿好了 好吧 没想到还有那么严重啊 你父亲请罪 那是不是我得向你妈父亲请罪了 没有那么严重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说了 我得在路上好好收拾我 忙我走了 那就靠你了 老婆大人 你竟是这样抱我的 骗子 都是骗子 男人就没有好东西 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 妈 妈 你说你怎么那么好哄啊 你看刚才你婆婆对你那态度 我真看不下去了 妈 您就别冲动了 您还说呢 刚才差点穿帮了 差点说出来 孩子不是流活的了 是啊 你看你婆婆生气凝人的态度 我真的一下我脑子就蒙了 你差点说秃了 是吧 哎 你跟我说一下那女的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没事 那女的我知道 她就是流活的前女友 那你弄清这前女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 哎呀 好了妈 您就别管了 流活他们家已经对我挺好的了 尤其是她妈 对孩子特别好 她对你好 对孩子好 那都是应该的 但是她纵用流活 还和这个前女友弄得不清不楚 那就是不应该的 我跟你说啊 这事儿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找一个时间 我要跟流活好好谈一谈 哎呀妈 您别去找流活行吗 您找她干嘛呀 我说要跟您说吧 虽然我们俩结婚了 但我们俩现在都分开睡的 其实我们就是一对 有名无实的假夫妻而已 我求您了妈 您就别再添乱了 流活他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什么 有名无实 假夫妻 嘘 你可千万保密啊 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尤其是流活他妈 呀呀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天爷怪我啊 我还幻想着 你嫁到他们家 这一下就可以幸福了 我想知道 你这瞒到哪一天算个头啊 哎呀妈 您就放心吧 我肯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的 我先上去了 萧萧还等着我抱睡觉呢 哎呀 行了回去吧 哎 你哥说你又跟向辉联系了 你别听我哥瞎说 我跟向辉已经结束了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联系啊 我跟向辉不会有任何交集的 包括孩子在内 妈 萧萧只会有一个爸爸 那就是流活 你这样活得累不累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这样活得累不累 zn ha 对 你这样活得累不累 你怎么能不能这么长 你这一天 你怎么往前rais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死的 啊 还是 字我 什么情况 小青 我觉得对口号毛鸭有问题 你帮我盯紧他们 小青 我觉得对口号毛鸭有问题 帮我盯紧他们 雨昕姐 你是不是爱火哥已经爱魔杖了 他们都结婚 而且都有孩子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谁魔杖了 如果他们没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毛鸭睡床上 流口睡地下呀 你听我的 帮我盯紧了 好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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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小金和妈妈带孩子出去晒太阳了 没在家 就我一个人在家 他们出去了 好 那我搭给他们 等一下 我给你送过去吧 你来啊 可是你病才刚好 我没那么娇贵 先说好啊 过包车票啊 好 那你赶紧 你小心一点啊 快快快 拜拜 拜拜 安先生 刘霍 你来了 安先生 最近好吗 很好 很好 谢谢安先生一再地给我机会 机会呀 是个有准备的真正 刘霍 你有准备吗 当然 向总 您好 您好 安先生已经在里边工作多时了 向总果真是一表人才了 安先生真有眼光 有您相助 战事如虎天野 会想的 请 您好 请问一下二楼的大会议室在哪儿 往这边走 谢谢啊 安先生 嗨 小飞 你好 叫我 这位是向总 总部派来的项目顾问 他可以说是我的领导 安先生 您就别笑话我了 总部派我来 是向您学习的 以后啊 七星酒店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两个得好好沟通 刘总 我们是否计划 一项目的地下 我们是否计划 我们的事 我们是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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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促的领导 好 我们是否计划